第59届金钟奖颁奖典礼即将登场 18号晚间先颁发节目类的奖项 尤其综艺节目主持人奖堪称死亡之主 吴宗憲由两个节目角厨变成自己打自己 还有迎战曾国成 蹦恰恰还有小S 另外哈林于成适领军主持的单车实际节目入围了三项大奖 至于19号戏剧类颁奖典礼主持重任 由姚传浩首挑大梁 明里市地竞争同样很激烈 李明璇 李明忠 亲兄弟厮杀 穿上流宿外套 艺人曾国成 时髦现身 巴玉则是穿上黑洋装优雅登场 金钟奖典礼前夕 两位入围常客轻松参加时装周走秀 我会把彼此当成是队友的概念 好 长面话说完了开始说真心话 我没有说长面话 这节目真是不容易 然后要在每一集不同的主题里面服务到大家 让大家觉得能够有所收获 我想那个心情 谢谢评审看到 第三度征战金钟殿堂 曾国成和巴玉角逐综艺节目主持人奖 江强碰 彭恰恰和小A4 另外吴宗宪更一次入围两个节目 行程往内复打 花18天完成1200公里的环岛之旅 由哈林于晨沁领军的单车小队 集结老中青三代男神 优普学亮 柯友伦等共6人 这次也一举入围三项大奖 抢先敲抢金钟 由瑶瑶浩 莎莎 吴应杰 张立东等6人 主持了实境秀获得评审肯定 入围意志及实境节目主成奖 江河露露及妥宗康 还有王采华玉成沁和巴蒂丝杀 另外这次接下 戏剧类典礼主持棒的摇唇药 紧张到狂做噩梦 就梦到自己就是嘴软 然后就咬到我的嘴唇 然后又很容易咬了一下 我想说 就突然醒来 想说我是真的咬到嘴唇吗 然后就发现嘴巴都是血的味道 因为今年非常特别 跟我哥一起入围 然后觉得这件事情 可能是一生中只会发生遗致 但我当然希望不会是最后遗致 这次李明中入围 迷你聚集电视电影男主角奖 将强碰哥哥李明顺亲兄弟厮杀 集中典礼 进入倒数 大咖齐聚 精彩可齐 记者综合报道